Hello大家 本来海贼我一般就是囤着看的 我不会就是每周这样子周更 我一般会等到一段时间 然后合起来一起看 本来我是想着囤到明年春季的时候 可能在一起把它看了发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 海贼他不是这段时间动画停播了吗 所以我就是干脆直接把这几集还是看掉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和等待 这太危险了 我以为她叫莉莉 我以为姨母只是个代号呢 所以帝之一族一直被眼中盯 好 应该这些都是能用来反抗他们的这些证据 包括地址一族 结果被抹除了这个历史 历史证文不会也有一些会参一些 他们也都还不知道 六对一啊 这算是 萨博 他们都没发现萨博已经在这儿了 别说了吧 或者撒个谎 哦 哇 这什么能力啊 所以莉莉也是一个地 太帅了 哦 旧场 哇 这压迫感 不是 萨博也太勇敢了 真的直接冲进去了 这 但这下他就知道 一母的能力了 应该 他们是自己变身的 还是被一母给变身了 萨博 萨博居然在这样的房间里面都溜得出去 太厉害了 哦 就被拍到这一幕了 完全就是灾荡家货了 哇 好让我们想到艾斯也是阿拉巴伞了 太过了 我这个熊熊的烈火 这吓我一叫 这什么东西啊 妖魔鬼怪的 感觉他的能力都是蕴藏在他的眼睛之中的 哦 他们家族也是 好可爱的宝贝 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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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D吗 他也是D吗 你们两人都 名字上D 叫D 叫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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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如初一者 三球 要取こう 这就是色博怎么伤的 这啥 这简直就感觉能吞噬一切了 这简直就感觉能吞噬 他自己選擇邁向死亡了 天哪 这是他们的恶魔果实能力吗 吴老星 他看到了 他也会被弄死吗 知道的简直就是死路一条啊 四年五月三百两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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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对 对 对 我希望你去挨拶一下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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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也都是 他们都来了 挺久不见的了 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那就я不咬 你得到是 那里 真实 是 五人 是 你是相互的 是 你也看 哦 哦 直接 報名號 可愛 怎麼還有內訌啊 天啊 我感覺彤虎隨便打他 喔 喔 他一路这么突过来啦 给CP0都打了个措手不及 我把他带出去 他这个太逆天了 简直就是跟那个地鼠一样 我去 我去 以为是私奔了是吧 我们稍稍果实真的一出手就是高端局 直接一跳六 还有伊姆 我又不说前面真的萨伯帅飞了 面对如此恐怖的这种力量 真的不愧是格梦京二把手吧 虽然见识到了伊姆她的这个能力 包括吴老星他们应该已经是 应该是已经使用恶魔国师能力了吧 但他们真的是人魔鬼样呢 我没有想到就是萨伯最后真的能逃了出来 就其实还没有怎么太够激烈的就是过招吧 但是就萨伯就这么出来了 我也想他们真的能这样就放过萨伯吗 我也好喜欢就是中间加了一段他们三兄弟的回忆 我真的太希望我这种片段了 萨伯他们家本身那个贵族应该是不存在有地这个中间名的吧 我觉得这个片段就好像是在说就是这个地 它并不一定非得是这种继承下来或者什么的 它也可以是就是类似于是一种意志吧 只要你有这样的意志你就可以称其为地 当然娃尔伯也真的是全身而退 但可能是因为吴老星的一幕他们现在没法这样直接出面吧 就是所以让他逃过一劫 他这个命也够大了 扣克拉也真的是非常令人惋惜了 就是自己本人都在轮椅上了 还深受这种重伤 结果还是这样一人挡在这些就是妖魔鬼歪前面 让萨伯能够这样逃出去 然后能把这个秘密带了出去 这个一幕他现在我感觉越看越真的是一个女生了吧 应该是一个女性角色 本来上一次听到他说丽丽 我以为他就是丽丽呢 现在他又说丽丽是因为有地嘛 所以等于说也是他的敌人 可能一幕他就是想要去掌权全世界的这种权利 然后但是呢地之一族呢 他们可能是齐心协力去反抗他 所以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他们有这么大敌意 他本身是那二十最初的二十人里面的 而丽丽本应该可能应该跟他站在是同一伙的之类的 等于说他现在才知道丽丽其实也是地 就是他可能觉得丽丽也背叛了他吧 这样也挺好理解 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把一些就是历史给抹掉之类的 一定程度他们也要去压迫掉 就是这个地之一族的意志吧 应该算是 就是他们想要去反抗的这种 想要去解放的心 我现在就特别怕安排有什么别的计划 因为他们既然这么厉害的话 那就是萨伯都已经到屋里了 他们也没有发现 虽然萨伯本身就很强 他们看上去也真的是完全没有发现似的 但是看到伊姆现在既然还能出现在这儿 应该还算是完好吧 那应该可能最开始地他们的反抗 可能是失败告终的 所以他现在更不能看到就是地之一族的卷土重来 要不然对他又是一种新的威胁 感觉现在离这个真相越来越近 就有一种惆怅感吧 就感觉好像海王真的快 就是可能近几年就要完结似的 特别的不舍 我不想知道 他可以再晚点告诉我的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